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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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PURPLE POWER 香名纸爸爸我是Dr.Mo 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2022年已经接近11月底了 但是呢 真的希望赶快结束 没想到在结束之前 又发生不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大猫熊团团 在11月19号凌晨的时候 因为癫痫再度发作 生理指数都显示状况不乐观 为了减少团团的痛苦 因此原方决定让大猫熊 在沉睡之中离世 R.I.P. Resident Places 所以算是安乐死咯 因为团团的病况不可逆 即使他苏醒也没办法有品质的自主生活 所以医疗团队在百般不舍当中 决定让团团在麻醉中沉睡离开 不再继续痛苦 这也算是离苦得乐吧 总之呢 现在团团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 从2008年团团圆圆来到台湾 已经在台湾渡过了14年的岁月 再加上来台湾之前的前4年是在中国 团团年仅18年短短的寿命 但是相信在你我的心中 应该都相当的精彩吧 而针对团团的后事呢 动物团表示 会优先保留团团的皮毛跟骨骼标本 没想到吧 很多的Kindron朋友 还有我们的粉丝 就在墨镜哥的脸书还有IG上面 说我们既然猜的超级神准 其实我们也没有猜啦 只是很不巧的 由于团团的状况真的恶化的太剧烈了 进程太快 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小王刚好提到 就是把宠物变成地毯 还有做成无人机 也就是标本播制师这个职业 没想到 咱们台湾的团团很快就要成为标本了 而不只这样 其实做成标本之外 有关团团的其他部分也可以保存下来 就是在活体细胞的部分 动物园也表示说 像是精子 体细胞 干细胞 都会尽量完整的保存下来 这么说来不只标本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没有办法活泼乱跳的团团 除此之外 它的活体细胞 意思也就是说 未来还有可能可以见到团团的徒子徒孙 总之大家不要太难过 因为人的生命本来就有限 而动物也是如此啦 虽然大家都很难过 但是我们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 可以来缅怀我们的大猫熊团团 没错 我们就收集了很多过去曾经照料过 团团跟圆圆的这些保育员 他们所提供这些珍贵的资讯 我们就好好地来跟你分享一下 你所不知道的可爱团团 她是全球第一只戴牙套的大猫熊 没想到吧 猫熊跟人类一样 竟然也会有牙齿的问题耶 还需要戴假牙 只是在2018年的时候 保育员在训练团团 意外发现她的全齿断裂了 为了让团团可以保全她的牙齿 UFO就特别请来了台大牙医团队 为她装上最高级的钛金属牙套 Titanium Oh my god 所以应该看起来 是有点金光闪闪的吧 所以从此之后呢 团团的口内 不只多了一颗 空间骨包炎的假牙 也变成史上第一只戴牙套的猫熊 这绝对是猫熊族群里 独一无二的案例 而当年替团团治疗牙齿的牙医师 李正哲医师 在听到团团离尸之后 也在自己的脸书上写下 希望他带着我们帮他做的假牙 到另外一个世界 没有病痛 继续啃着他喜欢吃的竹子 第二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有台式Azusi的午睡精神 Azusi不是韩文吗 Azusi指的是大叔 就是おじさん的精神 因为爱睡觉本来就是猫熊的天性 不过团团的睡姿 就是走一个中年大叔的路线 我觉得中年大叔躺着也中枪 请问中年大叔的睡姿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团团在睡觉的时候呢 不但是大喇喇的原地躺平 有时候还会翘脚睡觉 光线刺眼的时候还会遮住双眼继续睡 真的是很爱睡觉 蛮可爱的呢 其实 听说圆仔也遗传了这样的午睡基因 完全就是父女两一个样 有其熊父必有其熊女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第三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是个天性憨厚乖巧的好孩子哦 18岁算是好孩子吗 是啦是啦 他们的外表看起来完全都不会老 相较于老婆圆圆呢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四川辣妹 动物团团的个性就比较憨厚 每天就是开开心心的吃饭玩耍 从小到大都非常的好照顾 为什么这听起来感觉比较像阳光宅男 就连在生前生病治疗的时候 团团也是非常的听话配合 让受益师都可以很轻松的 为团团做检查做治疗 不知道这也是他们长期照料上的一个默契吗 即便在癫痫发作 团团在离开人间的最后那一段时间 他还是会乖乖的即便很不舒服 会伸出他自己的手脚 让受益师们还有保育员来细心的照料 第四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会偷生闷气 而且有爱面子的反插萌 我们都知道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有点小孩子气 不过他究竟做了哪些可爱的小动作呢 团团虽然本性非常的憨厚 不过独处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反插萌的行为 像是有一次从树上摔下来的时候 团团居然拿起地上的树枝 就对着树干一阵狂打泄气 似乎是在对着大树生气 想说为什么要让我摔下来 这真的好可爱哦 不过我想树是无辜的 会不会是团团你的爬树技术差了点 而团团有时候会不小心跌倒 然后就马上装美式的站起来 就像是怕沦为游客之间的笑柄一样 不过毕竟是生活在咱们的台北市立动物园里面 游客有这么多 大朋友小朋友 如果看到熊猫跌倒 应该会觉得很可爱很逗趣吧 不过殊不知 熊猫团团也是很爱面子的 第五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的瘦身菜单是每天做三下仰卧起坐 仰卧起坐啊 这对大猫熊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太挑战了 团团的体型非常的圆润 所以为了瘦身呢 圆方之前都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训练运动 就是每天做三下仰卧起坐 可别小看这三下仰卧起坐 对于团团全身福态圆滚滚 还真不容易 就是因为团团的兔子太大 所以有时候做起仰卧起坐是非常的吃力 保育员也说呢 团团坐到后面甚至会偷偷的叹气 发出唉的哀嚎声 实在是太人性化了 应该是说太雄性化了 不过听话的团团呢 就算再累 还是会任命的把每天这三下的仰卧起坐给坐完 真的是一个很憨厚的乖宝呢 第六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其实不知道云仔跟自己是妇女关系 不过我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啦 因为这跟大猫熊他们的生活习性有关 因为大猫熊的生活习性呢 就是母熊单独养育幼子 当年圆仔出生的时候 团团好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当爸爸了 所以这么说起来 熊族这些熊熊们 与其说他们是阳光熊男 不如说他们是阳光渣男吧 自己当了爸爸都不知道 不过当时也有稍微测试了一下 看看团团究竟是否知道自己当爸了 远方呢当年为了测试团团的反应 特别准备涂上圆仔便便的猫熊玩偶 还在旁边播放圆仔的叫声 但是团团呢在小心紧张的靠近之后 只敢紧张的用前脚轻轻的触碰一下 就马上退开不敢再靠近 不知道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铺陈太假了吗 总之呢团团的反应不太好 对团团来说 与其说是妇女她跟圆仔的关系 其实比较像是住在隔壁房间的室友关系 第七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圆圆曾经也是地震的受灾户 难不成他们也经历过921大地震吗 其实呢当年在2008年 中国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团团跟圆圆呢就曾经在这个地震当中走失 这是2008年四川的汶川大地震 听众朋友还有没有概念 当时这些大熊猫们就逃出了卧龙基地 虽然团团呢在当天就被找回来了 因为团团特别的憨厚嘛 可能不会跑得太远 不过圆圆呢就在这一次的地震当中走失了 失踪了整整三四天 而保育员当然相当的紧张 后来还是靠着团团亲自出马 才终于把圆圆给找了回来 虽然说他们是青梅竹马 后来还结为了夫妻 但与其说这样的关系 他们更贴切的应该是姐弟吧 因为圆圆比团团大 大了两天 其实也才两天而已 不过你不知道的小秘密 当时圆圆发情的时候 团团跟他许久不见 完全忽略圆圆想要交配的生理需求 竟然还跟他打闹了起来 你说是不是很煞风景 真的是有点不解风情 第八个团团小秘密 团团其实是双胞胎 真的假的 团团真的是双胞胎啊 其实这件事还蛮少人知道的 但是团团其实是有一个双胞胎弟弟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耶 所以团团在中国吗 还有一个胞弟 团团的胞弟叫做美林 目前就生活在中国江西南昌动物园 所以他变不住在卧榮基地了 他其实迁移过几个地方 在2008年2009年2015年的时候 分别旅居南京的红山野生动物园 天津动物园 一直到现在的南昌动物园 看起来团团的弟弟美林 还真的是一个旅行者呢 不过为什么他们的名字差这么多 一个叫团团一个叫美林 其实团团在来台湾之前 还没改名时叫做华林 华林吗 怎么跟我一个朋友一模一样的名字 所以团团的前身叫做华林 而他的弟弟叫做美林 不过感觉美林好像有点不太man 这个名字 为什么这对双胞胎兄弟 会叫这个名字呢 其实就是因为 他是由大猫熊华美 所生下的这对双胞胎 所以华美是他们的妈妈 取其名 一个用了华 一个用了美 所以林这个字又是哪里蹦出来的 就是来自他们的爸爸楼 就叫林林 哦 所以我知道了 取妈妈的第一个字 华 加上爸爸的林 就是华林 就是团团 改名前的名字 而他的包弟 则就是妈妈的第二个字 美 加上爸爸的林 就变成了美林 这就是团团的双胞胎弟弟 如果想念团团的话 其实也可以到中国走一趟 去看看他的弟弟美林哦 是不是还挺可爱的小秘密呢 不过如果暂时没有出游计划的 听众朋友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在台湾同步也有举办 追思会给团团的 动物园呢 在大熊猫馆 有设置了团团的追思看板 也有其他的纪念方式正在规划当中 所以如果思念团团的话 游客都可以到动物园 去看一下这个团团的追思看板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没有前往的话 或者有其他有关团团可爱的小秘密 都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 IG 还有Podcast的节目上 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而我们现在就要听到来自 公益赞助商 HLVA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还有更多精彩的资讯 要跟你分享 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 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 川普出外 好厉害哦 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 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 一点都不会确诚 你也可以的 一回生二回熟 只要多加练习 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 是这样吗 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 并没有听说 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 社团法人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 提供给视障者参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中途失明者支持 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 每年还会举办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 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 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 如有兴趣了解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上周也有很多国际的大小事 包含世主赛在卡达开梯了 还有台湾找来了美国NBA魔兽霍华德 他的首战在台湾直燃PLG也在19号开打了 另外还有我们第59届电影金马奖 也在19号晚间圆满的落幕 真的是好多大事情发生哦 而这次金马奖可以说是巨星云集 有台湾 有香港 有中国的剧组 另外还有新加坡 日本 韩国的优秀演员 都齐聚一堂 既然众星云集 我们当然也要为大家带来 你所不知道的金马小亮点 今年独挑大梁主持五九金马的 就是我们的影后兼侍后谢银轩 就是那个在我们本届金钟奖 在台上脱口骂出FXXK的谢银轩 不过他自己有说 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 在这次主持金马典礼的过程当中 他绝对不会脱口而出任何F开头的字 不爆出口就对了 但是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拿过金马奖的人 得过金马奖的影后哦 是以谁先爱上他的这部戏 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虽然他不是入围者 也不是得奖人 但是担任主持人也是要非常的美才可以 从红毯开始呢 谢银轩穿上了一身星空晚礼服走上红毯 经验全场 而在之后主持的过程当中 他又陆续换上了六套礼服 等于从星光大道到典礼结束 一共换上了七套战服 为什么感觉好像新人在吃喜酒 要下去变装的感觉 不过这些衣服当然也都是 真名品牌赞助咯 毕竟人家可是双料 金马跟金钟都得奖的影后呢 而谢银轩的开场演出呢 演唱了陈奕勋的谢谢农 又唱又跳 被网友大赞是红模仿级的表演 而在中场呢 模仿了电影周的女主角 再陈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诡异事件 也是让不少观众都起了鸡皮疙瘩 堪称是史上最强的影后级主持 毕竟谢银轩可是科班出身 又是舞台剧演员 功夫自然是了得 不过他这一次的金马主持呢 也被拿来跟珍宝怡在金钟主持 很多人哦 还是更喜欢珍宝怡的主持风格 而除了谢银轩的开场表演之外 这次的串场演出 还找来了天生歌姬阿琳 用母语献唱了 在金马第五十二届 夺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不要放弃》 非常好听哦 也就是孰命的歌曲 不过 我怎么不干脆找孰命来唱就好了 另外呢 阿琳还用母语演唱了 一起来唱歌 还搭配猛男的舞者 跟原著名的舞蹈 让全场都热血沸腾 只能说秀色可参 好听又好看 另外一位表演嘉宾呢 就是金曲歌王李久哲 在金马的舞台上献唱 悼念过去那些曾经演出过 华语片的两岸三地优秀演员 其实今年陆陆续续离开演艺圈的伙伴真的很多 而透过李久哲 也是咱们的金曲歌王所带来这些动人的歌曲 为每一次颁奖典礼上这个沉重的桥段 似乎多了一丝暖流 而在李久哲演唱的途中呢 后面的影像还带出已经逝去的演员们 像是顾宝明明金城菜头八哥 而最后呢是以以顾影帝陈松永说出了经典奪奖名言 我会带着这匹马请大家喝酒爱拼才会赢 画下了句点 没错有没有得奖都是要爱拼才一样 可是如果要喝酒的话记得 饮酒过量有害身体健康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也不起马 不过这次金马呢也是有一些有争议的桥段 就是在班最佳男配角的时候 朱宣扬以黑的教育脱颖而出 打败了其他对手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首次入围就拿奖太紧张了 他一上台之后只说了感谢柴姐 以及制片单位等人就下台 过程只有22秒 这大概算是金马颁奖典礼有史以来 令人最错愕的一段 因为非常的粗暴 网友们也相当的傻眼 怒劈朱宣扬没有礼貌 不知道在急什么 天说奖杯都是从地奖人手里抢过来 所以网友也怒劈他说不尊重颁奖人 也有网友补充说看他得奖之后马上就上台 还无视其他入围者想要跟他握手的举动 真的是非常的嚣张 气焰很旺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自然就是八卦了 因为他曾经跟他在台上感谢的柴志平也有过过节 这是因为先前呢 朱宣扬表示说想要退出演艺圈 就跟柴姐柴志平闹翻了 甚至筛除了IG、脸书帐号而且失联 后来就随即跟经纪公司群星睿智解约 而且他后来竟然就付出了 只是说想休息并没有要退出演艺圈 但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究竟未来还接得到戏吗 还是越有大头正越窄大家越喜欢呢 再来是这个层面好像似乎也有一点火爆 就是我们的影帝黄秋生 这是第三度入围影帝 在第四次入围的时候终于用百日青春这部电影 拿下了影帝宝座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拿到金马奖了 他先前曾经拿过三次但都是男配角 不过由于加上这次影帝呢 他现在就是以演技奖项 获得最多次肯定的男演员记录保持人 3加1 三座最佳金马男配角 一座最佳金马的男主角 也就是影帝的奖项 这么说起来是四匹马 四马难追 不过这个四马难追呢 是因为四座金马奖真的不是那么好拿的吧 而我们的新科金马影帝黄秋生 在红毯的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火药味 跟吴念轩呢有了一段大脆够 吴念轩问黄秋生说 未来有没有想到自己导一部戏呢 黄秋生就回说是有这样的打算 吴念轩就毛遂自荐说 那有没有机会找他去演出呢 而黄秋生就幽默的回说 有啊找你来演叉烧包 这算是也给年轻的演员上了一堂电影的课吧 因为毕竟黄秋生以前最有名的角色之一 这是人肉叉烧包里面的杀人魔 不过还好啦 还有杨千佩可以稍微扳回一层 除此之外啊 这也算是金马奖第59届颁奖典礼上的另外一大亮点 就是呢今年的金马 虽然在中国还是一个不能说的话题 还撤下了金马五九相关的关键字 不过喜欢看电影的中国网友呢 还是不断以发图文的方式 来公布最新的得奖结果 没错 许久不见的中国作品既然又出现了 出现在金马 而且还入围甚至得奖受到肯定 这是我们的中国导演黄树莉 他的作品当我望向影的时候 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记录短片 当然引起非常多的中国网友回想 本来以为会是一个中国啦 然后还有很多小粉红的无情攻击 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很多电影迷的中国网友就说呢 很值得可以去台湾参加金马奖 说明爱可以战胜一切 确实是有爱就比较有机会战胜一切 但没有爱那绝对是万万不能的 而以上呢就是今天精彩的节目 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很快可以再恢复更多中国跟台湾两国之间的交流 以上呢也是我们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节目主持人Dr.某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下周同一时间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Bye PTT 此报此报此报道 墨镜哥你有说过来自海外的简讯吗 有啊非常的多 而且前一阵子不是很多 你好我是某某分行的经理 赶快加个line 我有急事要找你联络吗 这种诈骗的好多喔 最近呢很多网友可能也会说到 这样子的简讯喔 而且是来自团团所发出的简讯 团团 里面会写到说 你好我是团团 我没有死 我现在被抓到中国修行 差一千亿就可以交保出来了喔 而且还附上了支付宝的号码 承诺说如果你给钱 让他回到台湾的话 就会有吃不完的竹子 还可以成为木扎动物园的观光大使喔 我只能说这诈骗集团的创意 真叫人苦笑不得了 好